大家好,我是Trisha,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西甲方面,今週足會有重頭戲上演 就是5月3日星期三,凌晨4時 有王家蘇斯達對王家馬德里 以後會為大家送上相關精選數據 王家馬德里今季只有3次被對受零封 是西甲最少單場沒有入球的隊伍 而且球隊今季聯賽最後10分鐘攻入15球 在這個時間段入球數最多的隊伍 至於主水方面 伊曼盧和安査洛提一共交手過3次 是取得一和兩虎 當中只有一次能攻破王家馬德里的大門 戰術上完全被安査洛提克制 至於前鋒方面 賓森馬生涯面對王家蘇斯達能夠入9球 和有9個助攻 所以說王家蘇斯達是目前最有望成為 繼巴塞隆拿和西維爾之後 賓森馬的第三支完成入球和助攻數上相的對手 而他出場面對王家蘇斯達的勝率 都是能達到7成 戰國預測方面 預計王家蘇斯達會1比3 不敵王家馬德里